千千古诗画 风桥夜薄 唐张记 月落屋堤霜满天 江峰雨火最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亲爱的小朋友们 和点点哥哥一起走进唐代诗人张记的风桥夜薄吧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 月亮无精打采的落下 月光也已经不见了踪影 乌鸦在树上发出凄惨的叫声 看着江上的雨火 诗人更加忧愁 久久不能入睡 这时 不远处的寒山寺 传来了阵阵的钟声 这满天的寒霜 江边的枫树 点点的雨火 陪传着世人张记 感到阵阵的忧愁和稀凉啊 月落屋堤霜 霜满天 江峰雨火 我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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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